2016年9月27号 百歌为你整理歌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新州日报的评论 题为政府和人民的钱都不够用 2017年财政预算案将是一个大选预算案 大派糖果让人民有美好的感觉 不过新州日报风起播声专栏作者林瑞源认为 现在政府要办圣诞老人恐怕不容易 相信只能讨好目标群或基本盘 政府一年从消费税抽取300多亿 从人民口袋中拿钱 人民的钱少了 再加上马币贬值加债缠身 难怪大家都埋怨应付不了生活费 第二季消费税税收减少30% 证明人民生活压力大 这也打击了商家的生意 作者指出政府和人民都烦恼钱不够用 省来省去却看不到未来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条出路 一个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案 最后作者举用杭州模式的例子 借此建议大马政府和人民需要创意 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 否则一直在小框框里打转 格局就永远是那么小 接下来是来自中国报的评论 题为李佩玲加油 李佩玲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唱歌 唱着别人歌曲的同时 也在为自己的人生配乐 让世人看到大马的多元 是多么的美好 原来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一直都在 多元是大马社会最强的fight song 中国报甄子曰专案作者 甄子全认为 尊崇多元文化的国家 多半会有很了不起的音乐天地 多元如同歌手的挖土机 代表他们的深度 跟扎得有多时 梦想就能飞得多远 而李佩玲在大马多元的土地上 决土扎根 表现出对音乐丰富的感知能力 和释放音乐灵魂的爆发力 祝福他在国外舞台上 发光发亮